中央气象台昨天早上六点钟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 除了东北地区大部以外 华北北部和南部 江西西北部 浙江西北部 以及湖南中部 四川盆地东部等地区 也就是雄鸡的脖子 胸和腹部都被雾气缠绕着 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一千米 那与此同时 东北地区中西部雾气浓重的地区啊 也出现了中度霾 局部地区为中度霾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四到五级 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那从这张24小时 全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图来看呢 哈尔滨 长春 沈阳都处于红色区域之内 空气质量达到了差或者是极差